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俄罗斯总统普廷今天正式签署文件 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并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这两个地区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其中的顿涅茨克地区和卢干斯克地区有叛乱军的控制 如今普廷承认了这两个地区的合法性 就代表着俄罗斯军队可以正式部署到乌克兰境内 普廷表示顿巴斯地区的民众正在饱受折磨 而这两个地区的民众是合法的抵抗来自乌克兰的入侵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德国总理肖茨 对俄罗斯的决定感到失望 国务卿布林肯此前就强调 如果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的合法性 美国和盟国就会做出迅速而鉴定的回应 并强调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就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确诊新冠后的第二天 首相强声发表讲话 讲述了英格兰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 以及向民众免费提供检测试剂的新计划 此次的计划只适用于英格兰地区 而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则依旧有着自己决定新冠防疫政策的权利 强声在讲话中强调 新冠病毒不会突然消失 因此政府也会继续监测可能出现的更危险的新变种 因此部分的防疫基础设施将会保留 所有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民众 在2月24日之后将不用再进行为期7天的隔离检测 有过阳性病例的人们也将不会被追踪 因此从3月24日起 因为新冠患者提供财政支持也将停止 另外4月1日开始 政府也将不再为公众提供免费的快速筛查试剂 检测点也会集中在医院养疗院和高危人群的环境中 纽约警察局表示就在纽约州长霍楚和市长亚当斯 在本周末公布了一份长达17页的地铁安全计划之后 仅在24小时内就有5个人在纽约的地铁系统内被刺伤 到了昨天晚间又出现了第6名伤者 所幸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员死亡 根据这份新的地铁安全计划 从今天开始 纽约市的地铁站内将专门设立专职团队 为精神病患和无家可归种提供帮助 警方也会在下午2点到晚间10点之间 派出额外的警力进行巡逻 一只重达500磅的巨熊出现在加州太浩湖的居民区附近 根据加州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 这只庞然大物闯入了至少28户人家 发生了大约150起冲突 这只巨熊名叫汉克 据称是一只非常习惯食物的熊 这意味着他对人类已经失去了恐惧 并且将人类和食物联系在了一起 动物管理局已经启动了特殊的诱捕行动 希望可以帮汉克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家 地方政府也提醒民众要小心 平常储存食物和垃圾的方式 否则野生动物就很有可能会登门拜访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